你 别走了 我有正事要跟你谈 这这么不正经的事 没有什么正经事 你让开 能不能答应我别再乱动 是不是我说得还不够清楚 我不要你管我 你说得很清楚啊 那你就是故意跟我作对 少敏哲 我到底哪儿惹到你了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这种不愉快的缘分 彼此作为一个安静的陌生人 我知道你为什么选择少敏 你觉得他 以及他少时公子的地位 能够加重 你在夏宏远心目中的分量 从而达到 你重返宏远集团继承人位置的目的 而你的最终目的 是要让彭京 为当年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 计划不错 但是不会完整 想知道为什么吗 你能忍住不说吗 因为你选错了合作的对象 你选择了一个 看似容易掌控的 但你忽略了另外一个 我的二叔邵云品 他不会任由他的儿子被你利用 而且我能看出你的动机 他一定也能看出你 只发到时候 不是他帮着你对付彭京 而是你既要对付彭京 又要提防着他 那我应该选择谁啊 我 你 第一 我和邵克有一样的家事背景 第二 我们彼此了解合作默契 第三 我们没有利益冲突 我们还有共同的诉求 你要报仇 我要自由 我们俩合作是双眼 我拒绝 为什么 我不跟讨厌的人合作 你讨厌我 对 我讨厌你自私霸道 你从前是这样 你现在还是这样 还有刚刚你等 你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你感冒发烧的时候 我照顾你一个晚上 你连一个感谢的电话都没有 那 那什么 那 我谢谢你照顾了一个晚上 可是你的提友还是拒绝 都说女人成不了大事 容易被情感左右自己的选择 下来 我原本以为你会是个意外 你 你的时间不多了 你妈妈在外度假的戏码 估计也唱不下去了吧 你错了 我妈妈的事情 所有人的深信不疑 那我只能说 要么你高估了自己 要么是我高估了你的对手 可不管怎么样 你还是需要一个 并肩作战的战友 我的提议有三天有效期 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还有 刚才那个吻 我可以向你当情 如果你实在气不过的话 三天之内 你可以吻回我 我就喜欢你这个看不惯我 又说不过我一脸烦奏的表情 我拿着当瓶宝了 你